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变金刚漫画评书节目 咱们进行讲解留IDW出品的变金刚漫画 每本书都是非常的精彩 咱们目前讲解的是一套小的系列 正是微镇天本季 咱们上回合刚刚讲解完了第一本书 这一套书一共由四本组成 是在2007年的时候成书 咱们嫌少许我们直接开讲 上回合我们讲到了 在这个C12矿区 由于这个一元是反复的压榨矿工 矿工的话产生了不满 由微镇天进行挑头 那么是攻击了一元 当时有很多警卫是直接把这个矿工的话 是当场击毙了很多 还有一部分是直接放进了一个飞船里 那么进行一个压界 那么上回合也是微镇天作为矿工 到了微镇天大哥的这么一个第一步的一个转变 这本书也是书节前文 我们先来看一下书的峰会部分 这本书也是由不同的封面组成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第一个封面 上面写的Transformers正是变形金刚 下面写的Megatron正是微镇天 然后下面写的Origin就是起源 那么发现成微镇天本机 在峰会方面是画的是这个微镇天大哥 他前方正用左手拿的一名这个机器人 而右手的话正挥舞沙包大的拳头 而旁边的话正是红色的这个链条 那这是这个能量链 在里面正是这个竞技场 而围坐四周的话 正是这个赛博产生的一个机器观众 他们正在看这个微镇天 在这个角度场里面进行一个决斗 这是一个非常酷 也是非常血腥残暴的一个场面 这是第一个封面 第二个封面就更加的血腥残暴 微镇天大哥的话 他作为一名矿工的形象 然后这个时候在他的这个身下的话 正是躺着一名这个赛博产的机器人 已经是这个鲜血淋淋 是这个紫色的能量液 而就是微镇天的话 也是这个双拳高举 并且向天空进行一个咆哮 眼睛是通红颜色 而胸口的话呢 仿佛是撑托出来这个霸天虎的 这个logo的雏形 这是第二本书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故事一开始 直接是在这个卡龙这个地方 上回我们讲到过了 我们这个微镇天大哥 和他的两个小梅蒂 迷乱和这个轰隆隆 是为了逃脱警卫的追赶 是来到这个卡龙这个地方 卡龙的才不是喊的话 是著名的这个混乱的一个地方 那么也是这个霸天虎的龙兴之地 这个时候在卡龙的地下全场 或者叫做这个角度场 微镇天大哥 他正拿着一把这个光剑 是直接插入了对方的身体 而这名成员的话 正是这个叫做萨尔摩 萨尔摩 如果我们熟悉这个DW系的话 应该知道 当时这把这个书里面 第三卷的第十本书里面 是有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也是在那个里面 是这个有这个友情客串 而这个里面一登场 就我们的大哥 是直接拿这个光手军斗 进行一个插入胸膛 而画面一转 这个时候萨尔摩 他并没有这个完全死掉 而是用这个胸口锁住 光出军刀 这个时候 他是直接挥起了自己的武器 那么朝这个大哥砍去 大哥觉得这个的话 完全是一个丧命的 一个搏击方式 也是联盟向后进行闪身的 躲过这一次攻击 然后这个时候 萨尔摩跟这个微镇天说 说现在你没有武器了吧 你看你还有什么花招 好 这个时候 微镇天是跟这个萨尔摩说 说看来我就不该来 萨尔摩说 你现在说这句话的话 实在是排完了 微镇天说 留下手行不行啊 对方说不行 要留的话就留下你的命 而这个时候微镇天的话 是直接进行一个变形啊 那么是直接冲向对方 向他进行一个碾呀 没想到 这个时候微镇天的话 其实说的是反话 他说不该来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个萨尔摩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他本来是想留下你手 没想到 对方是要把这个全命 是把他这个送上啊 而这个时候微镇天的话呢 也是这个起身 那么看来身下这个萨尔摩 萨尔摩的话呢 是这个这个口中大骂 是微镇天这不讲武德 居然变成这个汽车 将我进行一个碾呀 而这个时候角度场的话 也是这个大家非常的兴奋 是让微镇天的话 直接将他进行一个击杀 好 这个时候微镇天 他也是陷入了沉思啊 他心想 我与这个萨尔摩 是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啊 何必将他进行一个击杀 取他的性命呢 不如将他留下来 将来的话也好 这个江湖好相见 在此时这个观众 是这个热情高 让其声喊着 要击毙这个失败者 而这时候旁边 也有名的这个 萨尔摩基山 告诉了微镇天 咱们这个角度的话 就是这个血战到底 致死方休啊 你绝对不可以 在此处进行一个手软 令大家这个观众失望 好 这个时候 那么他是递给这个微镇天 一把这个热能府 热能府的话 是这个握在微镇天的手中 那天的话 也是高高的将府的举起 心一横啊 既然已经到了此处的话 倒不是这个无图不丈夫 那么随着观众的 这个大声的呼喊 那么在这个主席 这个主持的话 也是告诉大家 要这个2-all-in-one 叫做这个万众一心 这句话 2-all-in-one 本身是这个 office print 请问这个大哥 这个座位名 那此处的话 是被这个主席台的 这个主持的话 是这个首次引用 哎 这是大哥的话 微镇天大哥 也是这个又把这个心一横啊 那么直接将这个热能府举起 是这个直接灰砍下来 将这个前方的这个萨尔摩 进行一个击毙 而这个时候 那个主持人的话 眼睛 这个微镇天已经将这个失败 击毙 那么也将这个双手一捧啊 那么是这个庆祝大家 告诉我们的胜利者 已经出现 那么这的话 也是这个作为胜利者 所这个需要付出的代价 而这个时候 大家的话 是非常的兴奋啊 那么高喊的这个胜利者啊 这个时候 前方的话呢 惨死的萨尔摩 胸口正留着一把 这个热能府 微镇天也是这个摘下了自己的头盔啊 这个时候 微镇天的话 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是这个一头的秀发 他的话 也是这个悼念此前的这个死者 萨尔摩 这个时候 是这个大家是一起的呼喊啊 那么是真的是这个 Till all in one 万众一新 微镇天也是这个悼念前方的死者之后 是再次戴上了自己的作战头盔啊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话 面部是这个露出了这个红色的这个眼睛啊 那表示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的心是又向前进了一步 离这个露天虎的领袖的话 是又近了一点点 好 这个时候画面一转 是来的这个议员的这个议会大厅啊 这个时候是有一名议员正让前走的 而在身后的小跟包的话 是这个联盟教主的议员 说这个咱们之前的一个会议的话 需要您的首肯 议员他是停下了脚步啊 那么他的个背影可以看得出来 也是这个书中代言 正是这个蝙蝠经 他这个小跟包说啊 说此等这个激光算费的小事啊 那不要去再劳烦我了 我的话呢 每天日理万机 是有很多公务要去处理的 我的这个工作的话 是要治理整个这个地方的这个事务啊 不要再去麻烦我这样的小事 目前的话 我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啊 那这个时候他是继续往前走 前方大门的话是敞开 那么大门关闭之后 看到前方的大门上面 画的正是这个汽车人的标志 好 那么这个时候是来到这个大厅里面 那么他的话 前方是有这么一个这个小跟班啊 是跟他的汇报这个情况 首先他是个介绍 在这个之前的话 是有这么一个矿工与这个议会啊 他们之间的矛盾 已经持续了9年的时间了 这时候蝙蝠精是跟他说啊 说这点还不错 我们继续激化他们的矛盾 那么当这个股权下跌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投资啊 是买入这个股权 好 那么再有一份消息 是小哥们跟这个蝙蝠精说啊 说另外一项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由于这个这个机会是囤积这个能量啊 那么现在的话 大家是这个谣言四起 蝙蝠精是跟小妹说说咱们一定要这个 再发一份声明啊 是向这个大众的话是掩盖此项事实 好 那这个时候小哥们表示明白 那么继续汇报啊 说现在是有一项这个新的这个科技 正是这个这个这个悬浮技术 有这个突破性的进展 这时候蝙蝠精的话也是说了一句 这个是什么破烂技术啊 这个百无一用的垃圾啊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先将我们所有的期权抛出 然后等他这个打跌之后的话 再进行一个购入 那么通过此处可以知道 那么当时在赛波台上 那个大家的话 还不能进行一个自主的飞行 之后的漫画里面 将此项这个悬浮技术 这个自主飞行技术 加以推广的话 正是这个霸天虎的领袖 那么之后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讲解 好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小哥们继续向蝙蝠精进行汇报 说还有一项事情 就是被这个咱们这个赛波台的一个民众 是这个津津乐道 这个茶叶饭后的观赏光盘这个事情 目前一个光盘是非常的流行 正在这个市面上进行一个售卖 那么正是这个地下拳击搏击 那么这是一场一个杀人游戏 并且的话 还有人是拿此自己去一个赌博 而这个时候蝙蝠精的话 表示非常有意思这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小哥们包的话 是跟这个这个蝙蝠精说 说您的命令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在屏幕里面 是显示了艺人的身子 正是这个霸天虎为了领袖 威震天啊 好 画面也转 威震天的话 他是这个非常的骁勇善战 那么他的话 是这个经过了无数场的一个战斗 那么是这个百战百截 而从画面可以看到出来 在里面的话 出现非常多咱们熟悉的朋友 就是有这个巨争争部队的这个铁头 还有这个球鱼鬼的这个恶龙 并且的话还可以看到这个横炮 在这个观众里面进行一个出场 所以这个漫画里面的话 是有很多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出现的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麦克兰 威震天的话 他也是这个欲战欲勇 并的话是我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团队 好 画面也转 这个时候是来到了这个竞技场 那么在这么一场 这个关键的这个作战的时候 这个威震天 他这个小团队的话 是被这个众多这个角度士的话 是围攻 而威震天的话 也是跟这个大家说 说兄弟们 咱们在一起的话就是生 如果分开的话就是死 不如咱们采取这个核战模式 而这个时候 在他们当中的话 施有些人是这个产生这个心理的怀疑 那表示要不然咱们就投降就算了 那么这场的话肯定是打不过他们的 天天是转头一看眉头一皱啊 那么原来是这个小跟班 这个clench叫做这个几亚 那么他的话 居然这个说出如此丧气的话 那么他的话也一把抓住他 那么将他的话是这个扔到前方去啊 而这个时候前方角度士的话 是直接拿出了光束军刀 没错 没两天的话 是拿他进行一个献祭 也拿他当做一个垫背了 而这个时候前方角度士的话 是把这光束军刀是插入这个clench的胸膛 而这个时候正好露出了破绽 没两天的话 也直接拿出这个武器进行一个攻击啊 那天接着跟小跟班的说 说咱们现在是杀人放火 金腰带 那么跟着我混的话 咱们是用核战模式 必可以一路这个站下去 那么成为最后的这个冠军和这个胜者 而这个时候 在这个屏幕外方是有声音啊 那么进行一个评述说他们这些人的话 就是干了这些这个鼓舞人心啊 这个屠戳打众的事情 在法律上这样的格斗 以及这样光盘的售卖的话 是绝对不应允许的 好画面一转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是在一个屏幕前方 正是这个警车啊 那么刚刚的这个评论的话 正是这个出自于警车的口吻 他向这个重守卫说啊 那么刚刚这个比赛的话 至少已经有这个16级的光牌 正在进行一个贩售 而这些人的话 正是这个在竞争来的活跃的分子 尤其是以这个这个眼睛红色的人的话 是以为这个带头的 我们此行的话 是要将他们进行一个抓捕啊 那么这个时候 预天敌的话 也是向他们进行一个交代 说咱们此次任务的重要性的话 是不必在我这个多说了 咱们此行的这个代号的话 正是这个千里眼啊 针对于这次的事件 我将会派出八个战术反应小组 在他们可能出现的地方 进行一个蹲点 那么当他们出现之后的话 向我进行汇报 然后将他们进行一个统一的抓捕 而这些地点的话 是分布于各处 那么希望大家的话 可以做好这个战术的安排 好 换面一转 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小队 是在一个地方进行一个蹲点 那么他们的话 通过这个沟通电话 是跟这个总部联系 说我们是这个千里眼3号小队 那么这个地方仿佛是这个垃圾场 那么除了这个角度事的话 估计没有人会来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会不会出现的话 我们是不可而知 而这个时候总部联系 跟他们说 说你们要把这个眼睛给我放亮一点 那么沟通频道的话 不要过去随意聊天 而这个时候另外一小队的话 在另外一个地点 已经蹲守了18个小时 都没有任何人员在出现 而正当他们要绝望离开的时候 从前方是出现了一些工程车 并且的话进行一个变形 他们自己的话是拿着一些这个建筑耗材 而这个时候 这个前天小队是终于发现 这个之前这个角度事的话 他们是并不是在各个地方进行一个走学 而是这个临时搭建一个场景 并且的话进行一个格斗 而这个时候工程车的话 他们也是正在进行这个角度场 而这个时候这个前天的话 也是在向这个总部准备要进行汇报 而面望到在身后的话 正是有名这个靶天虎的成员 是这未来靶天虎的成员 这个时候他还是一名这个工程车的成员 是将他进行一个抓住 并直接将他的话是扔进了一个熔炉 那么将他这个身躯进行一个融化 好 画面也转 这个时候这个86部队是继续进行一个建造 而这个决斗场的话 已经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 而这个时候这个微电片 是作为这个载具形态 也是来到这个角度场 那么进行一个勘察 看这个地方是否进行一个角度 这么一个活动安排 而这时候身边的话 正是两名小媒体 是这个迷乱和这个轰隆隆 他们这个时候也是说 说这个大哥您真是这个勤怀 那么这个韩永景角度 就来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勘察 而这个微电片的话 也是这个为了保释这个万无一失 所以说一定要这个亲自来看一看 而在这个时候 在前方的话出现了幻星 正是这个这个声波 他在前方是出现了一些武器的幻象 有这个流星车 还有一些武器 而这个时候这个微电片的话 也是惊呼 到底是核然给我马上现身 而这个时候声波也是这个初次现身 那么告诉微电片 在下是声波 那么你们在这个地方进行角度的话 难道是所有人都寄人节之吗 这件事情应该不是要保持他的秘密 而这个时候 微电片的话 是觉得这个声波的话 说话里有话 那表示他的话 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跟着我来混 而这个时候声波的话 也是告诉这个微电片 他们是有一些情报 而这个时候 他是悄悄的告诉微电片 这个地方是已经有人监视了 没错 声波的话 就是可以这样一个听音变味 他说告诉微电片 这个大黄蜂Bumblebee的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还是年轻的Bumblebee 而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微电片的话 已经发现他们正式在这个这个横行上方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微电片的话 也是叫了将他们进行一个击落 而这个时候 这个Bumblebee的后方 正是出现了这个机械狗 那机械狗的话 也是在之后 应该是这个声波的一个小跟包 这次初次登场 而这个时候 这个Bumblebee的话 也是这个跌落前方 微电片是一把抓住了一名警卫 直接将他是这个抛向远方 并且是一脚将他进行一个踩碎 而这个时候这个Bumblebee的话 也是这个向微电片进行一个狂好 说你这里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个杀俘虏呢 你这个疯子 而这个时候微电片的话 也是跟他说 说问话需要一个人的可言 不需要两个人 也是直接将他进行一个大飞 好 这个时候声波是走到近前 是这个通过这个手部和这个激光鸟 是向这个大黄蜂的头部 进行一个数据的读取 他通过读取是告诉这个微电片 说你的话呢 现在已经上了这个黑名单 而这个警卫方的话呢 是已经发现了这个重角斗场的存在 并且要将你们进行一个追捕 而你的话 就是这个头号通缉令 这个榜单的第一位 而这个时候 这个声波是继续告诉这个微电片 那么虽然此处是这个已经暴露 但是这个大黄蜂的话 他现在目前是不会把这信号 继续再发送出去了 而这个时候微电片的话 也是这个龙心打狱 首先先告诉个巴尼虎部队 那么既然这个地方已经暴露了 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一个建造了 那并且告诉声波 说你可以先回去跟你的主人说一说 那么之后 希望咱们可以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而至于这个小东西 那么他的话就交于我了 这个时候 他是这个问这个大黄蜂 说你知道我叫什么了吗 这个时候大黄蜂 就跟他说 你这个疯子 而这个时候 这个微整天的话 也是这个非常的愤怒 直接向他进行一个垂散 而最后一个画面的话 就是这个一地的这个能量液 而上方是映出了这个微整天的面膀 而这个大黄蜂是否能够继续活下去呢 我们来看下一回合 那么到此出的话 就是第二本书的完结 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微整天是又进一步的 是迈向这个霸天虎的领袖 Megatron的这个步伐 在这里面 他的话是新一行 那么这个与其这个杀人放火机腰带 不如一起带领大家进行一个合作 创造这个霸天虎部队的辉煌 好的在这个视频下见 See you next time Megatron Megatron